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做一个叫做无限未能颈的题目 所谓的无限未能颈呢就是说 它呢基本上就像一个颈 但是它这两边的这个boundary呢 边界部分的话 它的potential就是一个无穷大的 所以也就是我们所称的一个叫做无限未能颈的题目 像我们上个礼拜的话就是叫做step 如果有一个台阶的话就叫做step potential 那这个的话是一个无限未能颈 两边的potential都是一个无穷大的 那这个题目呢 它现在呢设计的范围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它的宽度呢 是从负的二分之A到正的二分之A 总共长度是A OK你要知道 好那再来 这个题目呢它还有一个技巧 它取了一个对称的形状 好就这个potential呢它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对称的 也就是说呢它的未能颈是设定在负二分之A跟二分之A 然后呢是对称 在从这个圆点这边开始是对称的一个形状 那这样子的话等一下会有一个优势 等一下我们再讲 好那么题目如果是画图给你看的话 你要知道它在写什么 如果它没有画图的话 如果用文字来写的话 你也要知道你怎么画图 好OK 好那么如果是从这张图的话 我们要来看文字的描述的话 是怎么写的 它会告诉你说 在AKS 如果你的AKS是小于负二分之A 也就是在左半部这整片的话 好 整片的话你的potential都属于无穷大的 OK 然后呢再来也是了 如果你的AKS是大于二分之A 右半部的这一块整片的话 它也都是属于无穷大的 只有在负二分之A跟二分之A的时候 这个potential才是零的 可以吗 好 好你要画 你要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你第一个 你都还没有解之前 你一定要先知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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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